大兄姊妹平安 我是林兆琦牧师 今天阅读的经文是 《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一至二十三节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到十四节 原主的恩言提醒和帮助我们 还记得在两个礼拜之前 跟大家分享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 经文记载到以色列众之派的长老去到希伯伦 拥戴大卫为王 大卫正式成为以色列全国的君王 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然而今天的经文却记载到 大卫因为移至阿沙龙的变变 形势变得岌岌可危 生命更加危在弹直 大卫更加要急忙地攜家眷落方逃避 阿沙龙的追杀 《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 描绝到大卫逃难时的悲惨警方 大卫蒙头赤脚走上橄榄山的斜坡 一面上一面哭 所有跟随他的百姓也都各自蒙头哭着上去 人生可以说真是变幻无常 今天的经文记载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两个人 就是洗巴和侍梅 他们同是素罗家的人 然而他们对待大卫的态度 却是南缘不测 有着天阳之别 在经文一至四节 当大卫干越过这个橄榄山顶的时候 就遇到洗巴 洗巴是素罗家的管家 主要负责照顾素罗的孙米菲波切 洗巴拉住两匹路 路背上装满了食物和一皮袋的酒 来迎接大卫 大卫望着眼前的洗巴 就问了 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 大卫心里面当时可能有一丝的感动 但是似乎也都有一些的犹疑 因为不知道对方 围着什么的动机而来 洗巴就回答 从表面看来 洗巴真是关心大卫 以及她的跟随者的需要 于是大卫就再问洗巴 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 洗巴就回答 看来她留在耶路撒冷 因她说 以色列家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 意思就是说 米菲波切现在仍然留在耶路撒冷 因为她以为皇位终会归还给素罗家 言下之意就是说 米菲波切对大卫的王权 虎视眈眈 结果大卫相信洗巴 更加承诺将米菲波切所有的土地归给她 后来当大卫击败阿沙龙重回有撒冷的时候 米菲波切出来迎接大卫 并为自己来到她变屈 她极力否认洗巴的指控和委绑 大卫似乎半信半疑 只是踏远将一半的地土归还给米菲波切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谁非 也都很难去深究 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 在大卫最落魄的时候 洗巴冒险去支援大卫 认尊大卫为以色列的王 更加相信她会东山再起重夺王位 相反,是梅却趁机大大羞辱大卫 和她的跟随者 她认定大卫大势已去 难以收复失地 在经文5-14节讲到 当大卫逃亡到包护林 遇见了是梅 她是素罗族基拉的儿子 是梅对大卫没有半点的尊重 她多番的挑衅 一面走一面来到去奏骂大卫 又用石头来扔大卫 向她来养尘土 因为她认定大卫落得如斯的下场 全因为强奪素狼家的王位 她现在被儿子阿沙龙谋朝三位 也都是救游自取 是神对她的惩罚 洗脑亚的儿子阿比西 好看不过眼 因为大卫要抱不平 要请求大卫 让她出手来杀这个师妹 但是大卫拒绝了阿比西的要求 因为她自己亲生的儿子阿沙龙 都尚且这样恶待她追杀她 她又怎能怪师妹对自己的轻妙和奏骂呢 同时大卫相信 这个也是出于神的吩咐 是神对她的管教 现在大卫只能够单单仰望神的怜悯 期盼神因她的遭难 大大撕音给她 但兄姐妹 人生变幻无常 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人所能测得透 就好像大卫本是万人爱大的君王 却突然遭到儿子阿沙龙的谋犯 要落荒逃命 更受到师妹的羞辱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也是一样 总有得意或者失意的时候 失意的时候 难免令人意志消沉 感到灰心和失望 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表达关心 就好像一个WhatsApp的问候 一个亲切关怀的笑容 一顿温暖的住家饭 密密在旁边倾听和陪伴 切切地为我们祈祷纪念 这些行动都会让人感到很窩心 和得到安慰 然而若要走出阴霾 得着传言的安息 和重生得力 我们必须回到神那里去 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 祂像能力比皮佛的人 加力量比软弱的人 施恩比凡信靠他的人 就好像神施恩比大卫一样 神是我们的倚靠 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同心祈祷 参加天父我们要赞美 清重你的圣明 感谢主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感谢主让我们经历你的池外 和风俗的阴慰 特别在我们失忆的时候 天父说如果我们身边有需要帮助 或者安慰的人 求圣灵激动我们去关心他们 好让他们能够尚尚主恩的滋味 知道你的美善 并相信投靠主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同心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明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